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在今天星期一早上大约是澳洲时间东部时间10点钟左右 其中美国油的价格一度是冲击到了135美元一桶价格 这个价格对比在战争爆发之前的90到85美元价格的上涨比例 已经超过了40%以上 接着大家就有一个疑问 现在这个危机的情况之下 油价到底会去多少 首先未来油价的走势将取决于两方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特别是对于它原油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 究竟会走到哪一步 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后 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也是步步升级 从最开始的是冻结其美元外汇储备 到把它踢出Swift的交易系统 再到后来禁止相关人员进出入境 到最后一步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俄罗斯赖以生存的主要原材料出口 就是靠的是天然气和石油 其中天然气是供应了整一个欧洲40%以上的需求 如果真的到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禁止的那一天 那么这40%的缺口将会由谁来弥补 这就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这40%的缺口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补得上 目前俄罗斯提供给欧价值了40%的天然气和原油 那么这部分缺口只有可能有两种方式来补偿 第一就是以沙特为首的欧派克原油组织提高其产量 第二就是让美国自己承担主要的补缺 那后面的问题就来了 有没有可能以目前美国也好 还是欧佩克组织也好 他们的原油生产能力 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 弥补上俄罗斯给欧洲那40%的天然气总量 这个就成了一个关键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说现在北半球是要进入了春季 甚至于之后是夏季 但是一旦战争继续延长 那很有可能我们不能说完全 但是如果拖到今年的下半年 北半球开始进入冬季了 那么到时候能源危机的情况将会更加严重 所以现在来说其实从气候来说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不太有利的 毕竟在春季甚至于夏季的时期 欧洲那边对于天然气的需求 不会像冬季这么急迫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欧佩克组织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无法在短时间之内补上那40%的缺口 那么将会造成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 就是石油天然气价格一路飞涨 这个涨价完全有可能冲上历史最高 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如果以俄罗斯目前世界产量是前三的国家 你把其中前三的国家一脚踢出去之后 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办法补上这个缺口 那么石油的短缺 特别是供应量的短缺和天然气供应量的短缺 将会导致市场价格出现暴涨 而且这个涨幅将会远远远远远远超过 它所占的市场份额 那30%也好 15%也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战争真正结束之前 在西方撤出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前 并且在欧佩克组织或者是在美国 承诺将会完全弥补住俄罗斯这个缺口之前 不论是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 还是LNG也好 它的涨幅暂时都不会停止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要说的是 除了石油也好以外 除了天然气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产品 在这一次战争中 潜在的能够抵抗下跌呢 那么大家其实都是想盈利也好 赚钱也好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在过去的三年中 不论是生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 都经历了很大的困难 索性的事或者说禁运的事呢 有西方的国家和各国的央行 纷纷采用的是 印钱和降息的办法来推动了股市 但是随着今年美国正式开始加息 那么在过去几年吹起来的泡泡 很有可能将会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调整 我说的词稍微柔和一些 其实就是下跌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今年我们重点关注的产业有哪些 哪些行业有可能还能够继续保持获利和领先 我个人觉得传统能源 传统能源 传统能源 大家今年再不要去讨论什么 这个元宇宙了 我知道这个是未来 我也知道这个是未来科技的希望 但是在今年这个波动的年代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志没有结束之前 在全球制裁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之时 这个时候老的旧的传统的能源 天然气铁矿石将会主导着避险情绪以及资金 换句话说 当这个时候有可能欧洲战争会扩大 当这个时候有可能汽车加油的油都不够的时候 谁会有兴趣还去关注这个Metavers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元宇宙 还会关注脑电波的芯片 还会关注自动驾驶 完全自动驾驶 什么时候成型 这个时候大家的焦点又会重新回到了 我的资本不能大亏 我的饭要吃饱 我的钱要基本保存完善 这种基本的投资需求生 那么在这个时候 理所应当 像石油 天然气 黄金 白银 美元指数 日元 都成为了在目前到未来三个月之内 走势最为强劲的关键产品 我对这个观点持有非常充分的信心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听上去有一些 让大家觉得比较残酷 但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 美联储要加息 股市要下跌 物价不断上涨 但是物价上涨和利息加息 很有可能将在今年同步进行 即使是加了息 但是现在的物价依然压不下来 所以在未来的很有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将会面临着通胀高涨 利息高涨的双高时代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转发 并且收藏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